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天晴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時政評論員中原文章在《大紀元》手法 2023年是中共政局可謂動盪的一列 年終碎尾之際,黨中央為了找回權威 密集安排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動 試圖對多個核心問題強行定調 或對黨內有所交代 但也將激烈的內鬥公開化 12月11日至12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 中共高官們齊聚北京,儘管知道誰都沒辦法 但可能仍然期望聽到黨中央的一點新的東西 或某種的新態度 黨魁習近平發表的講話中承認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 風險、隱患仍然較多 國內大循環存在賭點 還有外部環境的複雜性 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 並繼續要求黨政機關要習慣過緊的日子 但又宣傳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 官員們對黨中央能否管好經濟恐怕失去了最後一點的信心 黨中央要求在經濟問題上說政治 就是不許官員有異議 不許質疑黨中央提出的國內大循環 或自力更新的中國式現代化 12月29日 中共國家統計局突然宣布 2022年的GDP多佈了5,483億元人民幣 身為中共國務院總理 確定經濟問題不敢多言 只能跟著說政治 12月18日午夜 甘肅省臨下州積石山縣發生地震 中共當局立即承認有131人死亡 近1.5萬間房屋倒塌 可見災情嚴重 等15小時後宣布結束救援 讓救援隊撤離 中共未有高層及時到場視察指揮救援 12月21日至22日 中共政治局召開了民主生活會 政治局成員逐個向習近平表忠心 習近平要求政治局成員帶頭維護黨中央團威 在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習近平應該是割測到政治局成員對他的權威產生了懷疑、動搖 他也要求政治局成員研究重大決策時 要認真思考、充分發表意見 中共政治局開會的時常一言堂 其他人都小心翼翼 甚至是一言不發 習近平感受到了冷場 並且說 對工作中了解到的真實情況 要及時下官全面反映上來 不能只報喜不報憂 在分管領域和主政地方鼓勵大家暢所欲言 把正確意見提煉出來作出科學決策 黨中央承認了某些決策不科學 被迫開始找理由、找替罪羊 政治局成員們忽然被甩 他們大概只能點頭清時 但大多數人心裡不見得是真的服氣的 12月27日 黨媒公開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標明2003年12月23日 中共政治局會議審議批准 發布了總計158條 2.2萬多字的新邦規 最關注的應該是 違反政治紀律行為 包括在重大原則問題上 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 且有實際言論、行為 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 中共黨魁三年任後 這些政治問題仍然是沒有消除 還越來越被反覆強調 並出台新的幫規嚴加約束 黨內鬥爭之激烈可見一班 習近平說 要抨起一切固守舊思維 舊理念、老套路、老辦法的冷漢思想 堅決反對一切不擔當不作為 不思進取的躺平行為 黨中央指導各級官員在躺平 這實際是對習思想和習核心的變相質疑和抵制 中共貪官們 可不想自力更新或艱苦奮鬥 他們沒錢可撩當然不幹 如今黨中央點出了他們的躺平行為 他們是繼續躺平 還是要學學鬥爭藝術呢? 12月27日至28日 眾多高官們又被叫到北京參加外事工作會議 現場竟然沒有人做筆記 桌上也沒有參考的文件 他們只是單純地聽習近平的訓話 李強主持會議說 要以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導對外工作 其他人更不敢反對習近平外交思想 否則就可能被鬥爭 然而已經降了10年的中共外長的王毅 目前仍在回賂兼任外長 外交部資金仍然找不到替代者 眾多參會官員心中的疑問難解 黨中央表面上強調對外鬥爭 實際通過外事工作會議對內鬥爭 眾多與外交事務不相關的人被召讀北京 就是要被告知任何人不許評論質疑黨中央的外交決策 12月29日 習近平接見回國的全體史節 要求敢鬥善鬥 黨中央召回全部駐外史節 這場政治表演的規模實在夠大 但陪同習近平接見的只有蔡奇和王毅 其他官員對這個三人組會復興嗎? 12月29日,習近平在政協新年查話會上說 說2023年的成績來之不易 可圈可點 在化危機、闖難關、應變局中創造了新的機遇 贏得了戰略主動 中共軍隊清洗被掀開了一個蓋 但仍有很多是未知數 各級的官員即使不能公開議論軍隊事務 但都會關注軍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12月29日 原中共海軍司令董軍 被任命為國防部長 但他還不是軍委委員 也未有循例成為國務委員 中共人大的一系列決的證實 同樣讓軍隊亂成一團 仍未真正理信 12月31日,習近平發表新年賀慈 說2023年經歷了風雨洗禮 大家記住了一年的不易 並稱有風有雨是常態 大家工作生活壓力都很大 在每況愈下的現實面前 中共黨魁試圖強調信心 但也知道黨內失去了對黨中央的信心 而2023年底中共的一系列政治操作 都是試圖阻止對黨中央的種種質疑 黨中央玩鬥爭藝術的同時 也將中共內鬥公開化了 可預見2024年的中共政局會聯上加亂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請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